沒有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現在來看朝鮮對上瑪莉的對決 稍微講一下朝鮮人的能力 是有視野加三的一個能力 在前期插塔 或者是在前期蓋寶 有一些地方 比較值得需要視野的時候 這個能力就會很有用 再來就是他的劍塔可以免費升級 弓兵的話 有護角免費直接送給你 所以弓兵算是很快 就可以變成完全體的一個文明 再來就是他的軍事單位 木材費用都減20% 只要出什麼馬戰車 或者是工兵、戰卯 需要吃木頭的 還有什麼戳戳 這些都是吃木頭的單位的話 傑兵來說都是滿省的 省20%還滿多的 再來就是他的特殊科技就是異城 可以讓劍塔 還有劍塔系 全部射成加二 上幾部MBL那一部 三十根劍塔那一部影片 有提到過 那真的是世界習慣等級 有興趣的話可以再看我過去的影片 最後的科技是金掛 投石車的射程會加一的一個能力 整體來說的話 他算是一個遠程單位強化的文明 還有劍塔 就是你不管出什麼遠程單位 他都是有一定的優勢在的 然後再來稍微看一下 瑪莉這個文明 瑪莉雖然我們之前也是 講到滿多次的 但我們還是在講一次 那建築、木材 建築的木材可以減15% 像有房子啊 TC啊有的沒的 想要是建築物都會減15% 再來就是每個時代的均營單位 遠程 護甲都會加一 還滿厲害的 再來就是他的金框會持續多30% 再來就是女飛刀獵手 那女飛刀獵手是滿怕弓兵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的步兵遠防 增加是只有增加均勻的單位 並沒有增加他本身步兵的體質 如果他是直接加所有的步兵單位的話 那瑪莉飛刀的話就會非常厲害 飛刀手的話血量也很低 所以真的滿怕弓箭手 再來就是他的部落精神 TC會自動射箭 但這個能力通常不會有太多的灰點 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再來就是彪悍精神 那彪悍精神的話 應該是馬力最核心的一個能力了 因為彪悍精神的話 攻擊力加5 騎兵系 輕騎兵也會 輕騎兵若鎖騎士 全部都各加5 但取而代之的是他沒有3攻 所以就是比別的文明的攻擊力再多3的意思 還算是滿厲害的一個文明 多1而已 因為是減2加3 算是加3沒錯 一開始講對我在講什麼 那由於這幾天 改版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舊影片也不能播了 所以一直在錄RP 所以有點 作息不太正常 就是一直要拍新影片 所以導致最近有點累 也是在日更影片的關係 今天早上還看到那個 刺激帝國的天梯圖有更新 結果他更新一下過一個小時之後 本來阿拉伯拔掉了 阿拉伯現在又回來 所以現在才有這場比賽 好 稍微講一下瑪莉的圖吧 瑪莉 好看起來稍打斑斑斑 我幫忙出門了 大家已經放在這裡 果樹在後面 唉唷算是一個小天徒喔 這邊蠻好守的 正面也OK 這邊圍起來的話就舒服了 那基本上他的兵只要往這邊派 然後敵人也只能往這邊打 那防守來說的話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再來看一下韓果 韓果的話圖比較尷尬一點 這個果樹在前面喔 難怪他要出棒棒 他這個棒棒已經是看到果樹這個位置喔 他就爬上去喔 相當容易入侵 OK 那這邊直接來卡位嗎 來刺頭卡一下 有刺頭開始卡 卡一下卡一下 再卡一下 再卡一下 卡一下 再卡一下 唉唷收掉一村 完美 這個就是棒棒加刺頭的卡位神技喔 棒棒後面追 刺頭前面卡 邊卡邊砍 這位瑪莉的玩家操作 應該算是控兵型玩家 看他控的蠻溜的 好 那兩邊的話應該沒意外的話 都會在這時間點上封箭實彈 這邊瑪莉撿到了21村民 才點下織布 這把21匹還蠻特別的 好 那沒有關係 他這邊約會出棒棒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可能會有點 多多嗎 確定 就是可能村民要多點一點彈得上封箭實彈 唉唷 這邊是不是又在釣魚村啊 殘血的往後拉 OK 殘血的後面蓋 其他村民繼續輸出 這個刺頭被打了以殘血了 棒棒能敲這隻村民嗎 沒有辦法 哇 剩4滴血 OK OK 好 這個拳擊超個幾下就投過血流了 好 那這一波棒棒攻勢應該就被化解掉了 那瑪莉這邊雖然有點斷村 上封箭喔 但整體而言來說沒有太虧 我覺得他這樣打的話 嗯 我自己覺得有點虧啦 你們看 雖然他殺了一村喔 但是 實質上村民術是一樣的 因為瑪莉這邊 點棒棒 有點斷村 唉唷 這裡還殺路啊 太狠了 剛好有補入到這一幕了 否 這個才否什麼 Lucky 他說不 好 看不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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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O OK 如果知道他們的對話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讓我知道一下 我的英文真的不太行 要是他們打日文就好了 我日文比較能理解一點 好 唉 看一下 目前兩邊上封箭會打什麼戰術吧 好 唉 這邊瑪莉居然不是打馬喔 是打 射箭場 那一級木跟一級 田都疊了 好 是屬於一個開農型的打法 那 哇 韓國這邊木頭爆600 這個 田 是要直接雙射箭場 然後BK 那個嗎 冰工廠了吧 哇真的耶 雙射箭場加上冰工廠 才會存到這麼多木頭 直接打一個 雙射箭開局封箭 這邊的話肉可能要再多一點 因為待會要趕快先點下 這個一級射 但是村民又不能斷村的情況 這個肉類的需求會非常大 那看一下這邊能不能 點下去又要按一村喔 這裡稍微有點卡人口 但是你看 哇 哇 斷了 斷村 好稍微斷一下 OK 村民繼續走 打工兵的文明喔 上封建時代很容易這樣斷村 就是很容易 因為你要點一級射 跟伐木跟田的話 非常容易斷的 所以很多人選擇不點一級田 那一級木一定是要點的 雙射箭場的話 一直出兵 那黃金的話也要補到八隻喔 甚至九隻 九隻的話 我覺得不太需要啦 八隻就差不多了 好 那 看一下這邊 會不會去斷了 欸又斷了有沒有 又稍微斷村一下 打工兵股就是很容易斷村 女人就是這樣子喔 人木材需求大部分都放在建築物上 然後導致不能撒田 讓你的木頭 讓你的食物有點短缺喔 他剛剛又拉兩村果樹的人 去蓋射箭場的關係 所以這裡會斷村是蠻正常的 好那這邊 瑪莉是打一個戰毛 做一個防守 那他一直到韓國的遠程很強 唉唷直接走進去了 Holy shit 他有看到嗎 有 他有看到 戰毛呢 欸他戰毛沒有在家欸 喔這下面喔 這邊手這邊 蓋房子的 這裡會死嗎 那個村民 沒事沒事沒事 好四隻小公怪 我們來看到對方已經出了一些戰 好那這邊 瑪莉想圍一個大碗的 這邊圍超長一條 那右邊還是有洞的 你就要看瑪莉要怎麼圍了 唉唷這邊上來直接剪掉一隻戳戳 那這個村民似乎會被抓到喔 應該死了 沒救 不然這四隻小公立大公了 直接擊殺一村 本來斷村落後一村的關係 現在殺了一村變成追品喔 三十一村 喔這裡又在殺一村 哇領先一村 算爛了 這四隻小公 MVP OK那這邊沒有戳戳的關係 這邊戰毛遇到持有非常的害怕 被砍一刀 很痛啊 我直接貼近這哪招 只要貼到最近戰毛的話 戰毛就不能攻擊 他一定要動一下 然後跟弓兵拉開鋸 才能射小公喔 他這個很心機耶這個人 不是很心機 超做很厲害這個人 這個就是專門搞心態的 心態大師 哇還射掉了這隻戳戳 然後這個洛馬又可以繼續無雙 太舒服了 好的韓國分數直接領先快五百分 風箭時代領先五百分是什麼概念 哇他這一波打得好 這個洛馬已經是上將等級了 殺了四隻單位了 好再繼續砍 呵呵呵 再繼續砍戰毛 太狠了太狠了 好再次輸過來 手臂卡了一下 後面的弓兵又繼續補了上來 那目前家裡的田都賞了蠻多的了 大概14片田 那要上層的話可以再灑幾片 三片之類的 好那這邊 瑪莉也是差不多要上層的一個階段了 好18路左右 17 18路 那兩邊都沒有打一個超級正面 但是這邊瑪莉的村民又11村了 我的天 三村 哇瑪莉 是不是 sigby了 還是四村喔 好像是14村欸 對 這樣是14村沒錯 哇 這個14村 導致村民宿 民宿 拉開囉 唉唷 這邊韓國很 算很會喔 他知道 上層寶先點輪走 有助於他上層之後的經濟發展會很有幫助 點輪走之後這些種田的村民 跟採木頭的村民 這個效率會飛速 飛速成長 這兩三分鐘內 經濟獲得量會非常誇張 而且你要想如果瑪莉是不點首推車上層的話 那就代表他上層之後才要點 那他這個已經有首推車的技術 就會跟對手差距大概五六分鐘 那這個經濟差距量就會越來越大了 所以輪走我還是覺得 上城堡錢一定要點 不然城堡之後 經濟就會越拉越開囉 好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一下的城堡時代 但是左邊偷了一個 韓國這邊偷了一個輪走 好 那就來看一下兩邊機器會拉要怎麼開啦 這怎麼覺得有洞 我怎麼覺得這裡有個洞 是我錯覺嗎 每次看這種高地我都覺得這裡有洞 像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但應該是沒洞的吧 我也不確定 就看一下待會會不會有奇怪的洞可以讓他鑽 好17隻小宮在這個高地上準備來打一個變身timing 出了幾隻戰毛 因為這邊黃金量有點不太夠 只有四個人在挖金而已 那這邊有點經濟調配 其他人都去挖木頭 那這邊可能是要開彈道雪的關係 所以木材要一直上 黃金樹可能會減少 所以先按幾隻戰毛出來壓金 當肉盾也好 那瑪麗則是也是戰毛兵繼續出 算是相對保守的一個上乘方式 好 那沒有意外的話瑪麗上乘應該會出騎士 好這邊選擇是戰毛兵 然後再來是防禦 攻兵防禦 那這邊沒有選擇是打騎士 而是開了3TC 那韓國這邊是選擇奴兵跟戰毛兵的3級 跟2級射跟2級伐木 跟一個TC 那大雪的部分好像沒有開 依照他這個資源來說的話 不太可能開大雪 因為要開TC又要升級什麼 比較要吃緊一點資源 好那這邊順利的 升級到了城堡實戰 而且這邊戰毛的出量也是非常大量 疑士生兩種 給對手壓力非常非常大 好那這邊直接A了進來 但是為什麼你的兵在這個地方 他以為他在這個地方啊 哇這一個運喊大錯誤 然後家裡直接BBQ 這邊先射個田 放個60木 其實這個木都已經快死完了 小虧小虧 這邊提起射一下 好戰毛要回來了嗎 戰毛沒有直接回去喔 這裡有一頭戰毛兵在後面守 但是這邊戰毛兵的數量遠遠比韓國好少 因為韓國的單位是有木材減免的 所以遠程單位數量多好像也是正常 哇工兵直接鎖在這邊喔 那戰毛過來點對方戰毛 哇韓國這個控兵真的是有料耶 然後那瑪莉加的戰毛兵想要回來就這個 來守這個奴兵 但是後面還有戰毛再決定不要去正面衝突了 不然會全面送光了 那這樣子的話 瑪莉這邊一直收穿 不能挖黃金 好又來一波戰毛過來想要硬點 一隻 兩隻 三隻 OK三隻奴兵死了 OK 好這樣子戰毛兵繼續出 頭子車開始出來 這邊是怎樣 你這樣斷金咧大哥 瑪莉斷金啦 你就把那些挖金塊的人全部跑掉 什麼意思 操作失誤喔又跑回來了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不肯這樣打 這一頭 有空有空 一個離陣型 躲掉了 一個吧 哎呀這一波有點小虧 韓國受到一點打擊 但分數依然是領先500分 那TC的部分 目前韓國是3TC 發明的部分是領先7春 那經濟來說的話 目前韓國還是優開的 因為他有輪軸技術 但是瑪莉這邊 還是沒有點輪軸 沒有輪軸科技的瑪莉 這樣時間拉的真的蠻長的 他應該會被一個資源碾壓喔 這可能性比較高一點 這邊頭車砸掉了一隻戰毛 這邊戰毛很恐怖 很怕這個頭車 應該是頭不到 好那我們加速一下吧 兩邊的話 瑪莉現在 佔了一點小優勢喔 但比較尷尬的是 她的經濟很慘 現在才點下 手推車 手推車是韓國點完了 那右邊瑪莉是點下輪軸 那兩邊經濟差距應該是蠻大的 OK這個一發直接頭掉了一堆公兵 這邊頭一下頭一下 好這邊稍微結束 好頭車在這邊不知道在幹嘛 這邊超多戰毛 跟頭車奴兵都在家裡 我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秀 好這邊頭車頭掉了一台韓國的頭車 在這邊來頭一下 唉唷 低低打高低 欸躲掉 再來一發 躲到嗎 OK不用頭 只用戰毛解掉 但是戰毛也死了一堆 哇戰毛有一半的數量 都被這個頭車可以投光啦 但是這裡有一隻殘形的弩兵 來個一發LB陣型 Nice 能修得回來嗎來得及修嗎 欸唷砸到了 哎呀修回來了 再來這邊能不能修到呢 兩邊的射程 看一下 好那這邊韓國有些要測一下 不要打太精進 等一下這一波滅的話 這個寶就蓋不起來了 這個高地寶確實蠻重要的 畢竟是在敵人家門口 那待會瑪莉能選蓋寶的地方就比較少 就只能蓋這裡 或是這個地方 相對比較沒那麼正面的地區 但是可以守到這個金礦還不錯 靠石頭卷也可以 那就看一下瑪莉會不會來蓋城堡 但感覺瑪莉應該是不會的樣子 他挖死樣才開始挖才兩個人挖 那這樣子地圖控制來說 他會相當落後 可能有可能會被壓在家裡打 我自己也蠻想這樣子喔 石頭太晚挖 然後導致經濟被鎖在家裡 一直出不了我們 然後等到真的出去了的時候 我還發現看 我對面一堆敵人的城堡 哇怎麼出去 那我就GG了 我自己的情況是這樣 所以我在這個畫面 有點記憶猶新的感覺 韓國這邊也是蠻可能 頭車戰毛奴兵什麼都出 給瑪莉這邊壓力很大 瑪莉這邊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開始點下平手馬卡跟跑速 那這邊二級絕金也開始研發了 那韓國這邊開始挖前線的 瑪莉的野金 這也不是野金喔 應該是附金 野金應該是這一塊吧 欸不對欸 這應該是野金喔 欸他的野金怎麼進 欸這塊才是野金啊 沒事 兩塊都是瑪莉的附金 完了 欸你這塊金挖完就沒了捏 可能會沒捏 好那這邊瑪莉 蓋兩個防禦箭塔 欸他箭塔居然還有升級 好這邊箭塔升號 兩邊墓區都有箭塔防守 應該就沒問題了 但還行啦 右邊這裡還有兩塊墓區 三塊 就算這兩塊真的不能挖了 還是可以繼續做點事情 好瑪莉這邊村民出112村 當然韓國這邊落後6村 當然應該問題不大 因為你叫地獄Style 村民落後給1兩隻 並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喔唷喔喔 這邊也還有空一下欸 巧妙的又閃過了 好那韓國這邊點下了 強奴跟化學 那瑪莉這邊點下了起雷鎧 三級馬卡 再把他變成 騎兵對上弓兵的對學 好這邊巨型投資機出來 重點是要投TC喔 哇很遠 投車看到外面有人在搞事 直接出來想要去投這個巨型投資機 但是韓國家裡這邊有投車在巡邏 然後這裡繞了一些兵過來 想要找個突破口 但好像沒有動的樣子 哇這邊直接上個高地來射村民 哇這個城堡極限距離是要這根海 好像瑪莉這邊超級劣勢阿 完蛋還被鎖在家裡 怎麼辦 家裡要憋出憋經濟嗎 但瑪莉現在這邊很窮 食物跟木頭 都非常稀缺阿 雖然有三級馬卡 但是攻擊力也沒有點上去 也沒有金冠也沒有城堡 阿什麼都沒有 喔這邊韓國爆出大量的火槍兵欸 哇這樣打這個騎士很有用喔 一發一起 這邊烏冰打了一個洞進來殺這邊村民 但是這邊TC也要掉了 這邊村民可能就要出來了 哇這邊 奴兵殺好多村民阿 賺爛了賺爛了 好下面這一夥 騎士來追戰 毛跟奴兵 別包錢打 騎士出來之後 那這個火槍兵怎麼辦阿 火槍兵用騎士去也是有點虧的喔 雖然也是打得贏 但是 量不夠多的話 還是有可能被甩槍甩光喔 是有可能的 唉唷這邊連馬彈車都出阿 火槍馬彈車 戰毛牆爐 這是什麼 弓箭版的四射步兵嗎 我全都要出 系列 嚼士遠程我都要了 巨型投石機 投車 什麼都要 哇韓國 真的是可以稱為 攻兵版的四射步兵阿 畢竟他對遠程單位也有減免阿 物財需求量也減少蠻多的 這邊槍兵一直射一直射 這次馬力轉出火炮 想要來壓制這邊的火槍兵 哇這裡愈發一隻騎兵 哇 很痛 騎兵上去硬砍 火槍兵開始甩槍 然後馬彈車過來輸出 想要來當個漏盾 那馬彈車當一個漏盾是非常好的效果 因為他的血量非常高 150滴血 而且遠防有7 很硬的一個遠防單位喔 而且他的攻擊力也是蠻高的 9加4 13的攻擊力 跟騎士差不多 這邊動中騎士也是十勝攻擊力 兩邊的傷害是13 然後這邊火槍變數量有點多 騎兵過來 變成一發一隻 哇這個火力太猛了 火槍兵 騎士只能砍到一兩刀 就躺在地上抽了 特別是10代的不同啊 都比 要比弓冰好用多啦 火槍好猛 然後在這邊 瑪莉肉警司騎士 居然想要來騎兵 但人家的移動已經有所準備 那騎兵的部分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問題 瑪莉要在這邊蓋這個寶 他變豆腐寶吧 欸人家槍兵那麼多欸 這邊還用shoot 稍微躲一下 然後走過來想蓋寶 在這邊肉也太少了吧 哇肉只剩25片田 哇這邊地雞消掉去了 能蓋得起來嗎 這感覺要變爺爺寶欸 但是火槍的射速很慢 殺村民速度沒有很優 而且這邊大部分的也在射箭竹 沒有在射村民 哇直接在射城堡欸 完蛋 這好像被蓋起來了 哇靠 直接在敵人大局面前蓋起來 這什麼意思 欸 這樣蓋起來 我到底看得殺小 好猛啊 這個居然不是爺爺寶啊 這個是貨增駕駛的城堡 好那這樣門面 基本上好像可以鎖住 這邊這些田應該是可以開閃 那肉量回來的話 應該還有幾率可以繼續打 但是問題是 所以出現有點少 而且這邊黃金可能也要斷了 其實彩鎮的村民並不多 而且大部分支援點也被封鎖了 那墨學的話趕快往後開始安排 那金鎮的部分還是沒有點 要趕快點下金鎮馬力這邊肉馬 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好這兩台 三台火炮 再拆左邊的城堡 馬丹車想要過來救一下 哎呦馬丹車真的不怕劍死啊 你看這個 城堡射一下跟抓羊一樣 沒有很痛 血量多 然後遠防又高 唉呦這邊想要硬點火炮欸 這點得掉欸 哇點掉一隻火炮 哇這邊村民大量過來想要挖這個金礦 就是外面找很金鎮 很多的馬丹車在準備了 這個出去只是送頭啊 沒啦 我走出來馬力要沒了 好但是馬丹車是相當害怕進戰單位的 所以這邊大量騎士過來砍 好像還是有機會 而且攻擊速度也比馬丹車好 這後面有大量的火槍很恐怖 只要一接近這個地區 基本上騎兵就是會被蒸發的喔 好那這邊韓國爆出大量的馬丹車 這個石頭也太硬要了吧 有跟他想說他這個村民室真的要來挖嗎 人家就在你面前你還敢出來欸 哇這個馬力 完全沒有在害怕啦 就是要挖礦喔 但是這邊有相當大的火槍兵跟馬丹車 這個騎士一直在白給喔 那騎士可能要放在後面一點 才不會一直被吸引出去 然後送一波 單一直送一直送 送到後面 是不是數量起不來 會真的很難打喔 好後面火爆太出出 跟火炮的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馬丹車死的王 速度非常慢 反正是自己架騎士跟騎騎兵 跳得非常非常的快 哇這個馬丹車直接硬給城堡傷害 好硬啊 哇真的是弓箭版的三射步兵欸 三射步丁 這叫什麼三射弓兵 好啦那這邊馬力打下GG 果然是沒辦法喔 由於馬力這邊經濟真的是有點問題 太慘了這個經濟 我們來看經濟到底有多慘 哇馬朝鮮競技全贏啊 就知道那個手推車封建 上乘之前點有多重要 那這個手推車點的時機也是非常的重要 馬力道30分才點輪軸 可想而知這邊經濟又被拉開得非常非常大 所有的資源全部都輸 沒有一個是贏的 連食物也是喔 韓國這種非常吃木頭的文明 木頭營是正常 沒想到你的食物都營啊 哎呀 馬力這邊真的經濟爆炸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